雖然貝里斯跟臺灣相距萬里 但是今天在這裡就像回家一樣 非常溫馨 也非常親切 今天在場的各位很早就帶著臺灣走向國際 因為各位的努力 讓萬里之外的貝里斯 也能看到我們堅韌 熱情 創新的臺灣精神 另外一方面 因為大家在這裡的經營以及在地的連結 也讓臺灣跟貝里斯的關係更加著盜友好 我也要在這裡跟大家表示感謝 大家在貝里斯同樣對臺灣的發展 應該也是非常關心 在這裡我可以告訴大家 經過兩年來我們的打基礎 趕進度 我們的改革 建設 拼經濟 都已經看到我們初步的成績 兩年多來的努力也讓臺灣的發展 重新回到正軌 也向前衝刺 我知道我們現場有一貫道的道慶 這兩年我們也都會出席 我們一貫道的祈福大會 為國家祈福 希望臺灣社會可以更團結 更安定 讓國家社會可以更好 我相信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我們在今天的現場 還有一群特別值得大家感謝 就是我們在貝里斯的技術團的夥伴們 請你們站起來 好嗎 他們背景離鄉 在公共衛生 農業 畜牧 資訊科技上協助友邦 也成為臺灣跟貝里斯邦交中最重要的資助 今天我要特別表揚這群為臺灣拼外交 也為國家爭光的夥伴 不管在哪裡 我從遙遠的家鄉來 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代表我們的國家 跟你們說一聲謝謝 真的非常感謝 未來臺灣的發展一樣需要在場的僑胞 繼續關心跟支持 大家在貝里斯也要繼續努力 我們一起讓國家不論在哪裡都能夠發光發熱 我要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